现在双方的第二场运动员也出场了 大家看到这场比赛仍然是一攻一削 只不过两个队员是反过来了 上海盛雪荣出场的是 也是曾经在国际拼谈上风云一时的人物 就是丁松 大家还记得在1995年天津世平赛上 他战胜瑞典的选手的场面 当时他是秘密武器 随后丁松退出中国乒乓球队以后 又到德国参加乒乓球的比赛 在德国俱乐部中的战绩也是非常不错 第二场他是对黑龙江陆友俱乐部的沈阳 黑龙江队的所有选手除了宋夏浩尔以外 都是土生土响的黑龙江的运动员 好 我们来看比赛 丁松啊这个发球当时的话 他这个发球威胁很大 但是现在吴哲党的这个发球规则出来以后 对丁松的发球呢有点影响 但是毕竟呢丁松的首二的爆发力 和这个吃球的感觉非常好 现在场上比分是三比 球非常转 四比 原来发球就是丁松的这个抛球手的一个胳膊 是挡在这个球的前面 现在呢这五折党呢必须要拿下去 所以他也做了很好的调整 漂亮 丁松的肖球和宋夏浩尔的肖球啊有所不同 漂亮 尤其在这个反手 反手的手腕用的非常粗粗 而且它是肖球的侧面 这样呢就是球这个回球的时候啊 这个角度啊比较容易控制 发鼻 擦网 发球直接抢攻 在横板中啊 现在萧球里边丁松的发球是最突出的 二比九 啊 如果这样打的话 丁松是占有明显优势啊 对方主要呢吃发球 沈阳是一个是吃发球 呃 一个呢在进攻过程中对丁松的旋转变化 吃不准 所以就造成了这个打起来啊 不敢用力 这样第一季的比赛就结束了 丁松是11比3取得了胜利 啊 有很多的观众啊都非常的喜欢丁松 呃 我也觉得丁松这个销球啊是非常有特点 我记得有两场球给我印象很深 啊 一场球呢就是丁松在 第43届市的乒乓球锦标赛的时候和瑞典队的比赛 啊 当时呢蔡正华总教练呢是把他作为一个秘密武器出场 所以他呢刚才的那个发球就像这场比赛一样 对方呢吃的一塌糊涂 呃 我记得好像当时是佩尔森啊是 是这个卡尔松 啊 丁松打得非常出色啊 最后王涛呢胜了佩尔森之后 中国队呢取得了胜利 另外一场呢就是他和这个王涛啊 在98年的爱立信中国乒乓球类台赛的总决赛中相遇 当时的奖品呢是一辆 这个六缸的切诺基 在那场比赛中丁松表现的也是非常出色 结果呢是他战胜了王涛 据说在此前呢他和王涛打是 是下风球 那天呢他反攻消球发球都处理的很好 二笔 现在沈阳呢主要是对丁松的这个旋转变化 落点变化他对这个球不是很熟悉 所以乒乓球这个适应性啊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中国队之所以能够长胜不摔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的适应能力比较强 因为我们自己啊有很多高水平的选手各种打法都有 而这个国外的运动员呢他们就不像我们那么方便 可能他们有销球的但是没有快攻 没有怪板所以他碰到了以后就非常困难 虽然都是销球但是也不同 你比如沈阳啊他这个碰到丁松了啊他就感觉很别扭啊是因为丁松呢一直在德国打球很少在中国的这个平台上露面 现在场上比分8比 1比8 漂亮 乒乓球啊有劲使不上 你有多大的劲使不上这个劲 关键要看你这个巧劲 看你这个智商啊看你的这个反应判断 现在场上比分10比 接下来丁松是以11比1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现在是2比0暂时领先 各位观众我们为了跟大家能够交流啊特别开通了短信平台 大家可以呢发送短信24移动用户发到8006连通用户发到9868与我们进行互动 每场比赛结束后呢我们都将选出三名幸运观众 您可以获得由明星签名的乒乓球运动装备啊祝你好运 现在呢我们是在黑龙江的哈尔滨市哈尔滨工程大学赛区的体育馆 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是2005年鲁能杯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现在整个比赛呢已经打到了第十轮 漂亮啊你看丁松刚才削这个不转球削的非常漂亮动作 所以这高与低啊就在于转和不转让你看不出来 削转球的时候让你感觉不转啊削不转的时候让你感觉很转 就让你造成一种错觉 好的 黑龙江路友俱乐部的沈阳也在慢慢的适应 高调 现在尝尝比分上二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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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这车拉得非常巧 这车到了丁松的中路 在排球里呢叫窝果 正好是打在中间窝住了 像这种球就判断问题 这丁松的旋转变化 他看不出来 看不准确 他认为不太转 可能比较转 所以11分赛制很短 当你适应性慢的话 可能2比0落后了 已经适应过来了 最后0比3就输了 就没机会了 丁松呢最早的时候啊 他是这个在陆元胜的带领下 因为陆元胜当时呢是上海队的教练 据陆元胜介绍呢 当时丁松开始的时候啊 他是打攻球的 然后后来改成了萧球 所以这样呢 这个他的攻球基础和意识啊 非常好 所以由此呢 有很多的教练就提出来说 萧球运动员的训练啊 很重要的 是不是开始啊 可以先练攻球 来强化的这个进攻意识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探索 现在尝尝比分7比5 高调胡轩 丁松的转不转的变化啊 使这个沈阳事务比较多 这就是丁松拿手的发球抢攻 现在沈阳呢 在此也是一搏 这个球很重要 现在丁松发球 高调 漂亮 反拉 可以看到 丁松和松夏浩尔相比 他的这个反攻的能力啊 要强一些 发球的质量要高一些 现在10比7 这样丁松这以11比7 取得了第三季比赛的胜利 以3比0 战胜了黑龙江陆友 平方球俱乐部的沈阳 这样呢 由于双方各胜一场 也就是松夏浩尔先胜了张阳 然后呢 上海胜雪荣的丁松 又胜了黑龙江陆友俱乐部的沈阳 所以双方呢打成了1比1